hello大家好 我是老丹 现在我在墨尔本的菲索尔区 那么菲索尔区作为墨尔本最早的一个被命名的区域 直至现在也保留着大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 那么说到菲索尔区 同时它也对墨尔本的餐饮文化 有着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意大利人了 意大利人是特别特别喜欢喝咖啡的 那么意大利人对咖啡的喜爱 基本等同于一个东北人对酒的喜爱 老丹刚来澳洲的时候 有一次早上去一个意大利餐馆吃饭 我已经非常饿了 点完餐之后就坐下了 当时这家餐厅里是没有人的 那么老板就跟我攀谈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哪句话就刺激到这个老板了 这个老板一会就拿出了4杯Espresso咖啡 当着我的面 直接就把2杯Espresso咖啡直接干了进去 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 我是不想喝这两杯咖啡的 因为我已经很饿了 空腹喝咖啡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更别说我是对咖啡因非常敏感的一类人了 但是作为一个东北人 面对此情此景 我的两个手不自觉的就把两杯咖啡拿起来喝了 喝完之后 我基本被这两杯咖啡就送走了 毫不夸张的讲 我如果要是嗓子眼再大一点 我心脏都崩出来了 空腹喝两杯浓缩咖啡 别说是我这1米85 170斤的体格子 牛他也受不了啊朋友们 所以千万不要空腹喝咖啡 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意大利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喝咖啡的 那么二战之后 有大批的意大利移民来到了墨尔本 他们最开始就居住在了贝斯瑞的附近 他们也要喝咖啡啊 他们一天不喝 他浑身难受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移民最开始就做起了咖啡机贩卖的生意 慢慢的就把意大利的咖啡文化移植到了墨尔本 从此成就了墨尔本的咖啡制度的美名 那么今天我们不喝咖啡 我再去一家贝斯瑞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三明治店 我们走这 那在我身后的就是这家妮可三明治店的 那在我身后的就是这家妮可三明治店的 三明治店的那些干ña在我身后的就是这家妮可三明治店的 Niko这家三明治店在当地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蓝色和周围被保留下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 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你在这个主街上走的时候 眼睛是自然的就会看到这家店的 话不多说我先去点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塑料凳子 还有这个周围的环境 是特别特别像国内那种旧的居民楼里面的小吃部 我们三明治好了我现在去吃 我要了一个是鸡排的 这个是古巴三明治 这个是一个肉丸的 这个是一个素蘑菇的 鸡排的一定要买回来马上就吃 我先来一个 哇太好吃了 这相当于是很爽脆的一个沙拉菜 加上黄金酥脆的这个外壳 加上里面嫩到爆製的鸡肉 哇这个头感和味道太香了 再来一口 哇太好吃了 来他们家一定要先尝尝鸡排 太好吃了 无敌 其实他们家这个味道成色感是非常强的 首先就是他们家这个沙拉菜 不仅是生菜 芝麻和海苔 所以里面还有一个香料叫石螺 所以它整体吃起来是非常清香的 主要是很中和 鸡排这种很油腻的感觉 然后底下这个酱也是他们家非常出名的一个酱 这个绿色的酱其实是阿根廷的青草酱 这种阿根廷的青草酱 基本上是南美人用来搭配吃牛排的 这种煎肉的 因为肉会很油腻 所以他们用这种青草酱去结腻的 那他们家呢 其实是在这个青草酱基础上加了一种 在日本料理非常常用的一种叫盐区的东西 这盐区呢其实是用米发酵而成 这类似的我们经常用的鸡精 主要就是为了提鲜的作用 所以其实它下面这个绿酱 为了就是解腻的 上面这些沙拉菜也是为了解腻的 所以它这两个层次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里面当然还会有一片瑞士的奶酪 所以它吃起来又油香又不腻 非常非常好吃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土巴三明治 它这个口感跟刚才鸡排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面包本身它就是烤过了 但里面呢是这种煎的五花肉 还有切得很薄的火腿 它其实外面是较脆的 但里面是非常非常软嫩的 油煎的猪五花特别特别的香 它的沙拉菜跟鸡排的是完全一样 但是底下的肉呢它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切得很薄的这种火腿 还有一个呢就是腌过的这种五花肉 然后它用铁板把它煎了一下 把油都煎出去了 所以其实根本也不腻 里面还会放那种很美式的 Honey mustard和picos 还作为解腻的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这种味道 你吃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感觉到腻的 哇好吃 爱吃猪肉的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 一定要来试一下 真的很好吃 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肉丸的 闻起来就是那种非常义式的味道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种义式红酱pasta的味道 非常浓 这个肉丸的其实跟之前两个都不一样 因为它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其实这个是用了热狗面包 上面铺了一层vizel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其实一闻起来就是很经典的 意大利面的味道 就是那种味道 嗯 如果你喜欢吃阿里面 你一定会喜欢吃这个 而它面包非常非常的软 它这个肉丸是牛肉跟猪肉混合的 它里面还加了骨髓 它是非常香的 上面还铺了巴姆森起司 好吃 它这个肉丸其实非常非常的软 巴姆扎这个里面肯定是打水的 太嫩了 特别特别嫩 好吃 但就是这一个太小了 一个也不够嘛 OK我们最后尝一下这个 这个素食的三明治 这是蘑菇做的 我们尝一口哈 这个蘑菇口味的 不管是从上面的沙拉菜到底下酱 其实是跟鸡排的完全一样的 而且它这个蘑菇就是把杏鲍菇裹了面包汤之后油炸的 它们家这个蘑菇里面会稍微有一些很稀辣的味道 吃起来明显有辣的 但是鸡排那个是没有辣的 真的很不错 所以要吃素的小伙伴可以再尝一下 OK今天这期Nikos三明治店我们就吃完了 其实四个味道都各有各的特色 在网上的评论有人说它们家是美式三明治店 有一些人说它们家是义式的 还有一些人说它们家是日式的 那在老端看来其实它们家啥也不是 我并不是说它们家不好 其实这正是我喜欢它们家的地方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在墨尔本居住着超过来自于200多个国家的移民 那也就是说 其实有超过200多种饮食文化在墨尔本生根撒芽 我们也可以在墨尔本的很多大小餐厅里都能看见 越来越多的厨师在一道菜中 会使用多种来自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这也就是墨尔本饮食文化中的融合 那这种融合其实也是墨尔本饮食文化中坚受并蓄的一个标志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